欢迎回来 本地有一名年轻人尽管患有残疾 手脚不灵活 却坚持突破自己的能力极限 这位特殊勇士还把健身视频放上社交媒体 立志要成为一位与众不同的强人 马上一起去看看 代表我不可以健身 22岁的大学生黄德恩和他的爸爸 是健身房的常客 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 德恩患有先天脑性麻痹 和脊椎侧弯症 严重影响了下肢 以及右手的活动能力 先天脑性麻痹 是脑部发育不正常 或是部分受损而造成的 肌肉僵硬 协调能力差都是症状 所以德恩刚开始健身时 家人聘请了教练 来教导他正确的健身方式 爱上这门运动的他 甚至把自己健身的视频 放上了社交媒体 一点点感慨 你不是拍TikTok的吗 你还怕在家拍吗 你不是哪个不知道的可能性 我爸自己拍的天生方向 我们的TikTok是因为我要记录我的练习 我想跟父母分享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 德恩有把视频放上TikTok 我是听妹妹讲 还是保姆短讯给我说 那我就去偷看 原来我儿子这么棒 这么厉害 不过当时他就放字幕在那边 30公斤 40公斤 50公斤 他的目标是要到80或100公斤 我看了就吓了一跳 我也是有提醒德恩说 你要知道自己能做的 自己不能做 你要照顾好自己的安全 跟自己健康 我的健康上方 通常不会跟别人比较 因为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故事 其实在德恩刚刚出事的时候 很正常 不过德恩他每次坐着 就像一个很像不倒翁这样 他凡事坐着就会往后跌倒 起初我们也没有觉得有怎么样 因为我们当时不知道脑性麻痹 是什么情况 那么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蛮严重的 在第二次我最大的调代是 经常发明 因为我会很容易知道 我经常要做一个动作 要有点子 有点儿 不需要求 有点儿 然后我会很重еп 但是我会在这儿 当时我会在这儿 爬得很有点儿 然后我会在家里 虽然脑性麻痹造成了严重的行动不便 但是家人一直都鼓励得恩尝试不同的运动 所以我们也是有抱着很有希望的心态 说这个孩子我们只要多努力一点点 帮他一点点 他就能过这比较普通的生活 德恩其实能文能武 品学兼优 2022年他获得亚太酿酒基金会奖学金 也成功上了大学 我在大学读电脑科学 其实对于德恩的残疾我们常常鼓励他 我们告诉他说 只要你努力 你不一定会成功 不过如果你放弃 你一定会失败 我的梦想是开拓一个包容性的真正观 我希望别人不要小看自己 因为人有无限可能的 我希望别人不要小看自己 因为人有无限可能的 好 今天的《市城有约》就播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